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当日教言 今天的内容我用藏语来念传承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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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到的当日教言的传承 下面我们今天后面的部分大家一起学一下 昨天前面讲着当我们产生烦恼的时候 立即对治 认识本性 自然解脱 今天开始讲 一年轮回之过患 极其成心等日他这里说我们经常观想一年轮回当中各种各样的过患 因为我们大圆满信心修行当中也是正在讲 实际上轮回当中有很多所谓的过患都是痛苦的 世间当中我们从大的方面讲整个六大轮回都有不同的过患 比如说地狱汗日的痛苦 饿鬼饥饿的痛苦 旁生意识和胆识的痛苦等等 三三聚当中也有非常多的痛苦 那么有些人认为是不是三界轮回都是痛苦的话 难道佛教当中连基本的快乐都是不承认吗 实际上这个在佛教的俱世论当中有明确说明 虽然世间当中有漏的安乐是承认的 但是这种安乐也实际上是成为后世痛苦的因 因此它也不离辛苦 所以我们刚刚讲一些所谓的辛苦表面上我们快乐的 但实际上我们每一次所享受的这些快乐 实际上对痛苦有密切的联系 因此我们经常可能会想起轮回的过患 在这样的时候会自然而然极其诚信 对三宝的信心 对佛的信心 对法力的信心 我们没有思维和没有意念 可能很难以对三宝起真正的信心 尤其是我们信心当中有愉乐心 还有不退转心 尤其是对法产生的信心 应该是不退转的信心 对佛像看了之后产生的信心 很有可能刚开始是清净心和愉乐心 因此要产生信心的话 实际上在自己的生活当中遇到一些痛苦 或者你见到一些世间真相的时候 才真正产生信心 我们这边有一个人前一段时间听说 也是藏地的一个老乡 他因为可能有些事情 最后被判刑了 他的亲人去见他 他判了一年多 然后别人问他 你在监狱里面痛不痛苦啊 他说 监狱里面虽然没有自由 还是痛苦 但是有时候人需要享受这样的待遇 他自己到了这个环境的时候 才真正的思维 原来在自由的时候 还是很多事情是没有想明白的 而且在这种场合当中 他会真正的 对佛说的有些道理 产生信心 他说 他争取在意念当中 每天都是念一万遍 阿弥陀佛名号 他作为一个年轻人 可能没有进监狱的话 念不完一百万阿弥陀佛 所以他准备想办法 出来之前他一定要念完 其实作为有些修行人也好 或者他听他们说 他平时不是修行人 特别那种 好像对因果也是半信半疑一样 但是到这种程度 其实我们很多人也是这样的 如果你真正 以前好像我在最近二十年前吧 我们也是一个藏地的老师 他是个女的 感情上受到一些问题 他说 他以前对三宝的信心 好像是表面上 后来他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 这个时候真正认识到 哦 世界上无有欺惑的就是三宝 除了三宝以外 其他最相信的人都已经欺骗他了 所以他就看到蓝天也好 看到整个世界 好像除了三宝以外 再也没有可信的了 这个时候真正产生了 不退转的信心 所以我们有时候在生活当中的有些 表面上看来是一种痛苦 但是这种痛苦 由智慧的人来讲 马上把它当成一种修行的祝愿 这是我们在座的人 以后在生活当中 比如说家庭的不合 身体的疾病 或者事业的一些不顺等等 这个时候你会反省 如果你是顺顺利利的话 可能永远也不会产生 出离心和菩提心 所以我们有时候有必要 思维轮回的过患 这个时候会产生真正的信心 经法精进取自地 往后引导当日 他这里说 如今有自由自在的时候 一定要发起精进的信 如果没有精进的话 不管是世间当中的 出世间的 这些所有的功德 都没办法得到的 而且这种精进也是对真正我们的 这个乃至生生世世世 非常有帮助的 要获得了真正的 也可以说自地 再也不会堕入生世 自由自在的见地 也就是说 获得一种解脱的把握 如果相续当中真的生起了 出离心 菩提心 还有无二慧 这个时候你再也不会 扭转于生世轮回 那个时候可以称得上 真正获得了自地 只有这样才是非常合理的 否则我们死了以后 不知道去向何处 很多人即生当中迷迷茫茫的 或者忙忙碌碌的 一直忙了一辈子 但是最后离开的时候 自己也是一点把握都是没有的 如果我们即生当中 真正很精进的 哪怕十年 八年 二十年 你用在修行方面 最后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 自己也觉得 因为上师们的各种窍诀 我自己依靠的一些经论的 教证和论证 我自己再少也不会堕入善而去当中 所以当你真正离开的时候 就会对自己有一种引导 所以真正的引导 我们现实的修行 而现实的修行 也要做好准备 就像世间当中的一个女客 她还没有正式出发之前 她会先了解一下 自己到哪个地方 我们经常去藏地 很多汉地的这些游客 她提前通过上网 通过一些询问 知道我去的那个地方 有没有电 有没有药 如果没有的话 所有的衣服也做好准备 所有的药物也做好准备 所有当时的一些 包括一些简单的食品 如果在哪里没有食物的话 现在她在自己的城市里面是有 非常方便的 所以很多转善的 有些人 提前 还没有出发之前 就会做好准备 我们在座的人 也是在人生女党当中的一个过客 我们这样的旅客 当我们接受了这次的 也就是说这个范文 在下意识的时候 其实我们如果有智慧人的话 那么应该对自己将来的口粮和 将来的资粮应该做好相关的准备 这样之后才不会恐怕来一次此生 下面是今时无限 何时限 百时一禅 我们很多人认为即生当中 我要工作 我要忙着自己的家庭 我现在对事业正在辉煌的时候 没有时间学佛 修行 我以后退休了 老了 或者死了 或者我以后什么力气都没有的时候 才真诚地学习 有些人是这样认为的 但是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因为你现在各方面 你的身体也好 心态也好 各方面因缘具足的时候 没有空闲 修学 闻思 这样的话 那么什么时候才有空闲修行 你到了地狱里面 到了饿鬼当中 到了旁生当中 或者说我们人当中 连一个三宝的名号也是听不到的 有些遍地 你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恐怕更没有休息时间了 我们在讲八无瑕 还有五光尊在讲的 其他的十六种无瑕当中 都没有真正修行的机会 现在应该可以这么讲 就是说现在一定要用一种 就像一百天当中只有一顿饭 那么这个人非常地珍惜这一顿饭 就像现在听说有些 比如说犯罪的人 他很长时间不给他吃的 不给他喝的 也不让他睡觉 然后过了很长时间以后 让他放出来的话 他第一个先寻找食物 不管是动物也好 人也好 他本性都是这样的 那个时候他对这一顿非常重视 同样的道理 其实我们在漫漫的六道轮回当中 遇到了甘露般佛法的事物 非常不容易的 这个漫无边际的轮回旷野 如是有饥饿的气氛 所以在这里 我们找到了佛法面为佳肴 非常荣幸 也是应该值得珍惜的 没有修行的话 恐怕以后根本不会有自由 根本不会有各方面的因缘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把它当作 白日当中的一顿饭一样 所以我也前两天讲了 我们每一次听一堂课 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 我前两天也讲了 比如说一个人他在佛教的团体当中 有六七年的学习 你应该把它当作人生当中的一个 就像我们世间当中学中学 学研究生 学研究的课程 就像这样来对待 说明我们对佛教的学习很重视 现在有些人对学习的 重视程度好像不够 有些人认为差于凡后 好像自己有时间去学一下 没有时间就没事 但是我的世间法很重视 不管怎么样 有时间没有时间 我一定要争取努力 这是在将来的解脱大事方面来讲 恐怕很多人所做的事情 判断的有些事比较优质的 因此在这个方面 一定要考虑一下 下面讲 宿不可靠 如草炉 莫要邪道当日啊 下面我们讲 每个人的宿命 实际上并不是有可靠性的 它非常脆弱的 它要消失的时候非常快 就像是我们草野上 在绿草上有一颗露珠的话 那就很快地 很有可能被风吹走了 很有可能被眼光马上洗干了 有这样的 所以说 它不可能抢救的 因此我们每一个人 表面上看非常活泼 非常健康 但是他的生命毕竟是 各种各样因缘的组合下而存在的 因此我们什么时候 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自己也是难以确定的 我们谁都是 非常难以确定的 因此在佛经当中也是讲过 说 人身寿不定 宿命的寿 人身寿不定 日日趋势经 我们人的宿命 很难以确定的 那么日日都是 趋势向于死亡 趋势向于死亡 这是佛经当中讲的 因此我们的死亡 什么时候真正降临的话 谁也非常难以有把握的 在这个时候 千万不要懈怠 因为邪打的话 我们什么事情都是 没办法完成的 所以应该这么讲 住也净净 如就突然 我们那个佛经里面讲的 住也净净 如就突然 意思就是说 我们对修行佛法方面 应该日日夜夜 一定要有一种静静的心 而且就像美女 她的头发被火烧了的时候 她就觉得 我是那么那么的好看 我的头发应该象征着 我最好的美好 因此一旦我的头发被染了 成了光头 那多难看啊 因此她想尽一切办法 她用最快的速度 把火想办法 把它熄灭 这种速度极其飞快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经常想着 我们的生命 什么时候会消失的 而我没有消失 在这个世间之前的时候 我一定要依靠 这种家和的身体来好好地修行 所以前辈大德们 短暂的人生当中 也是做了非常有意义的一些功德 修持的佛法 也是难以想象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 一些大德的一个人的传记 好像是他从某个方面讲的话 他好像一辈子作书 一辈子 我还是有 是吧 那你们就观想啊 你们很多人可能看不到书 是吧 哇 那怎么讲啊 我还是比较幸运 还是我看到 是吧 可以的 这样的 刚才我们讲到了 不要懈怠 不要懈怠 下面讲 现今如若一化地 人生难浮当日吧 这个讲到什么呢 我们现今当中在世间应该说 有非常多的违缘和现今 有一些危险的地方 如果我们即生当中 没有很好地去修行 而且甚至相续当中 产生邪知邪见 堕落的话 那么可能今生当中 也很难以恢复 有些人可能学了 其他的长见短见 学一些无声论 那最后自己可能即生当中 也没办法产生善世因果的增见 这个相当于一个人 他在非常危险的悬崖当中 他不小心已经滑下去了 最后深入万丈深渊 那即生当中 没办法获得重新的生命 同样的道理 我们人生一旦已失去之后 再次获得人生的话 我们相关的经典当中 也是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的 因此《入菩萨行论》当中也是讲了 说是 狂多千有讯 长劫先难处 意思就是说 我们前面讲到 我们世间当中的一点点的小康 一点点的危险之处 人们也会需要小心翼翼的 何况说 我们死了之后 堕入一千个游行 那么深的地方的陷阱 那为什么我们不注意啊 如果我们不注意 这种人极其地愚痴 所以世间当中的陷阱 人们认为是可怕的 但是比我们来世的 堕入善恶道的深渊比较起来 世间的难处 可能是失去了我们身体和生命 但是它也不可能毁坏生生世世 也不可能让你在多生累劫 千千万万年受苦的 只是失去了一个生命和身体而已 因此有智慧的人 提前也是他会自己思考 我将来的这个趋向 如果永远都是黑暗 那我不值得造恶业 应该要非常小心谨慎 下面讲 佛法犹如云中日 未在现今当日 佛法相当于是 无云遮住的太阳 偶尔在中间出来一样 像云间的阳光 啊 网还是有吧 今天我们讲课的地方 除了我身边有一点灯 其他都没有一个黑曲曲的世界里面讲课 修行很好的人 什么不好的东西都会转为道用 然后我们在这里讲 佛法实际上确实非常难得的 相关经典当中也讲 世界当中有光明界和黑暗界 而黑暗界的时候 佛陀也没有出世 也没有转法轮 众生根本遇不到佛法 而我们现在有光明界 光明界当中也是 释迦牟尼佛的这种佛法没有隐没 并且我们已经依靠三知识的引导 获得了佛法如意宝 所以说非常难得的佛法 我们在现今的世间当中 已经有心欲见 有心趋入 这一点对每个人来讲 应该是非常非常难得 我也经常在想 我们现在末法时代当中 有这么多运营众生 世间当中有这么多各样的思想 学说 有各种各样的 但是在这些当中 我们真正有解脱法门的佛法 确实是佛教 并不是因为它是我们的宗教 所以我们会赞叹它 不是这样的 而我们所有的这些运营众生 他需要离开心里的苦楚 他需要获得永恒的解脱 这样的赐语 实际上唯一的佛法才能获得 弥勒菩萨的传记当中 也专门讲了佛法的功德 怎么讲的呢 比如说我们世间上任何的 不管是财富也好 地位也好 赐给他 只是相守而已 出自之后他的价值 就没办法永恒跟上的 而佛法给我们带来的 这种智慧和解脱 实际上是在我们的 蛮强的生死轮回当中 他直接给我们赐予一种解脱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 现在弘扬佛法很重要呢 实际上弘扬佛法对所有的人们 给一个永恒的快乐 我们现在世界上所有的 可以说是全球 现在有七十多亿人 他们每一个人 从早到晚 每个人都在希求一些幸福和快乐 幸福的话题现在都已经 不管是东方国家 西方国家都已经叫难了 这样的 但实际上他们真正得到幸福没有 非常难受 所以我们通过学习佛法 确实也是在世间当中 也是获得了一系列的快乐和自在 更重要的 我们在生死六脑轮回的大海当中 这样的苦海当中 会获得永恒的解脱 就是获得永恒的解脱 所以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些人 你可能也许是 表面上看到 好像你遇到佛法 是一种偶尔的世界 但实际上它有必定的因缘 而且这种因缘是非常难的 有些人认为 我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工作 我太幸运了 有些人认为 找到了一个自己很好的朋友的时候 哇 我太荣幸了 什么什么 但实际上这些都是 不管怎么样会消失的 我们世间当中的一切的荣华富贵 到最后也会过眼云烟的 以前开国大地的时候 经常开选归来的时候 有两边列队来欢迎 这个时候他经常旁边 找一个人要求给自己提醒 一切的荣华富贵 最终会烟消云散 有这样的案例 同样的 我们今天所有的 其他一切的一切都会消失的 但佛法给我们带来的 永恒生命的价值 应该说一直是半生着我们 所以这个到底 在座的各位应该要明白 下面讲到 无知世间空谈 自由过世当日吧 有些人他没有实际行动去做 没有去世间 光是在口头上 可能讲得比较漂亮 应该怎么做 应该如何如何 实际上有些人根本 他没有很好地去思考 光是在口头上说别人的过失 然后说很多的计划 现在世间人也是经常这样的 我们看的 不管是在飞机场也好 在餐厅里面也好 在一些咖啡厅等等 每个人对将来的蓝图 规划得非常非常美好 但实际上真正能做到的 非常困难的 有些人真的可以说是天方夜谈 没有什么价值的 尤其是现在的人 特别对成功学的一些趋势下 自己觉得自己根本永远不实现的事情 口里贪得非常多 这个没有必要的 我们以后说什么事情 尽量地要落到实处的 没有必要很多的空谈 所以他这里讲我们每一个人 自己还是有许多的过失 应该认识自己的过失 其实认识自己的过失 就是有智慧的人 很多人都是不认识自己的 自己认为自己是非常了不起的 我们看到现在世间当中 真的 我都经常看到 在哪里出去的时候 旁边的这些人 尤其是他们比较吃得好 在这种情况下 互相一直吹 互相说 我将来是怎么接花 那这样 这个时候会赚多少多少钱啊 这个钱又准备去投资 让我跟东方国家的某某人合作 这样的合作 以后再过十年的时候 会变成什么样的效率 那在这个时候 我都会管你怎么怎么 有时候真的讲有一种说不完的故事一模一样 现在有些人对未来的计划 相当于盲人职等一样 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 但是他自己还是讲得非常好听 这样没有必要的 有时候人实在一点 你能做到的话 你好好说出来 你做不到的这些事情 没有必要自欺欺人 应该稍微安住一下也是可以的 其实现在的人 这种闲言水语特别多 一直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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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完没了的 讲了以后自己也不知道 好像只要有空的时候 一直没完没了的 这也是世间人的一种毛病吧 有时候有价值的 有意义的应该说 就是监密恶要的这个书 如果没有意义的 就讲了很多 别人听起来也比较累 下面讲到 信心远转至其境 四轮回幻当日 下面讲信心 信心是一种因缘 那么依靠这种因缘 将我们所要得到的路很容易 很快 所以说 我们要一方面依靠有信心 一方面依靠自己的智慧和信心来 思维轮回的过患 意思是什么呢 首先讲到我们学习佛法也好 世间的任何一种知识 先一个人要有信心 如果没有信心 你修这个道 确实根本上的缘起已经破坏了 没办法的 因此我们修学佛法 我始终觉得自己的信心非常重要 刚开始的时候 很多人也有一些信心 但到最后有些人的信心 确实也是很容易退卓 我也遇到过 尤其是我对汉地众生结缘 也接近三十年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些刚开始很有信心 但有些这种信心一直保持到十年 二十年 有些慢慢慢慢就没有了 包括藏地的一些法师 堪布也好 汉地的一些也好 刚开始的时候 好像对自己相关的上师们 对佛法都是非常有信心的 然后慢慢过了十年 八年以后 自己稍微有各方面的眷属 能力 这个时候不要说是对我们世间相偎的一些事 对佛教非常相后的有些事情 交代给他 给他说的话 他根本不听 我有时候在自己 应该说教课的过程当中 有些人的所谓的信心 完全都是可以说 如果真正有信心 我是这样想的 比如说像我 我对自己在以前的 我的人生当中 我所得过这些法的 不管是什么样的身份上师 他们任何一个吩咐的时候 我还是会努力地去做 我为什么这样做呢 我做的原因 我并不是因为为了我自己 但是我觉得法太珍贵了 而且他曾经给我 传过这样的教养和法 当时是我非常恭敬心来去聆听的 那么现在我虽然没有接受 但实际上我们世间当中 也是说一天的老师 当一生的父亲那样来对待 也有这样的说法 那这样的话 我以法为主的时候 我从自己人生的历史上来看的话 凡是我哪怕是显宗的 一个偈颂以上的法恩上师 我很尊重 这也是以我的信心 我不愿意破坏 我跟传承上师们的缘起 一次而破坏 这样可能生生死死也好 很多方面不一定很有意义的 所以我现在看到有个别人 确实是从信心成为一些表面上大 到一定的时候 自己的路去做也是可以的 但是按照传承上师和 根据佛经论典的一些教证和理证 推测的时候 很多人的解脱 包括弘法利生很多方面 可能会破坏很多的缘起 更重要的 我们要思维轮回的这些痛苦的时候 其实要有一种信心 你没有信心的话 你不可能真正地 很认真地思维轮回的痛苦 见生死轮回 而生厌离心 佛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见到了真正的生死轮回过患的时候 你才真正对轮回的厌离心 会产生的 所以我们经常讲到 所谓的信心 表面上可能是对 我有对三宝信心 不可思议 会这么说的 但实际上从我们人的行为当中 也可以看出来 到底是真正对所有的 传承上师也好 三宝也好 或者我们对四弟的信心 其实人有时候是口头上说 实际行为如果想非道而驰 很容易看出来了 这个时候我想很多人 难得的人生当中 没有必要破坏自己解脱的 很多的缘起 应该至少也是能维护自己的 基本的因缘 这也是对每个人来讲 非常重要 否则你年轻的时候 好像也是修过很多的法 一直有许多的上师 然后阅读许多的经论 到年老的时候 所有的缘起慢慢破坏 可能表面上不一定 看出了它的过患 但实际上也不一定 对自己的解脱有利 下面讲 以恶有自然恶行 信心作证当日 依靠恶有 实际上能自己 会染上恶劣的行为 藏文有几种不同的版本 有一些版本当中 远离恶有当日 然后依靠善有 自相续当中的功德自然而得到 然后依止善有当日 好像有几种 然后如果依靠一些 禅趣的心的话 自他都会起火的 所以应该寻自己的心作证 好像有些版本当中也有这样的 是不是可能这样好一点 其实这个《当日教言》 藏文的版本比较多 但是我们以前在国外 有一个丁国钦诚仁波切 他讲的有个版本 藏文和汉文的对照 我后来才找到了 以这个作为原本再这样教的 如果我刚才按照这样说的话 可能上面再增加几个的话 中国有可能一百多个颂词吧 这样的 但这次按这个颂词来解释 那这样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依靠一些恶劣的 具有贪嗔痴 行为不好的 这些恶友逐渐逐渐 净珠再次 净目再黑 所以我们的行为慢慢慢慢染上了 华智仁波切也说是 所谓的恶友并不是土上长得特别可怕的脚 不是这样的 但是因为他的一些言行举止 慢慢慢慢受到影响 原来爱闻思的人 最后依靠恶友 慢慢不爱闻思 原来清净戒律的人 依靠恶友 慢慢慢慢对戒律也不重视 这样的话 染上很多的恶心 在这个时候一方面 我们应该寻找自己的心 作为这个 因为佛陀也是说了 自己是自己的护主 自己是自己的证人 没有必要其他的见证者 因此这个时候以自己的自信 作为自己最好的护主 不要依靠一些恶友 你应该依靠自己的善心来作证 因为我们有些修行人当中 这样讲的 上等修行的人 本尊和护法神也是不会讥笑你的 中等修行人的话 亲朋好友和包括道友 金刚道友也不会讥笑你的 不是这样的 下等修行是吧 中等修行人是自信不会有 怎么讲的 好像有一个 啊 上等修行是本尊不为 中等修行应该自信很清净的 自己对自己也不会产生惭愧之心 下等修行人 旁边的人也不会对你有绩效 所以自己作证 自己的心作证 行持善法很重要 下面讲无名迷乱 被鬼本持正直念 当然我们贪嗔痴等无名迷乱 实际上它是最可怕的 能击败我们的 让我们真正根本上失败的这种规模 就是因为自己的心没有证悟 自己的心一直迷乱 佛经当中也是讲了 心愿最第一 更无如是的愿 更无如是愿吧 说 心的愿地是最可怕的 再没有更大的 更可怕的愿地 因此《正法念珠经》里面这样讲的 因此我们讲这里 无名的贪嗔痴和迷乱 实际上它是最可怕的一个魔鬼 所以当你产生了这样的贪嗔痴和嫉妒 傲慢 还有各种烦恼 这个时候一定要用正知正念的宝剑 要正知正念 像我是作为一个修行人 不应该发这么大的脾气 你为什么 我学了这么多年 学了大乘入菩萨行论 入菩萨行论的教言 明明已经学了这么长的时间 还有这么大的愤怒的行为 非常不好 自己产生一些嫉妒心 产生一些傲慢心 产生一些贪欲心 在这个时候 这些都是无名烦恼的一种分类 那这个时候 我们用正知和正念来医治的时候 那实际上原来无名迷乱的心 很快的时间当中会消失 所以这个时候 当你产生这样的无度烦恼的时候 依靠正知正念 下面是不但无度正道 具对正理当日外 那么我们不应该单着贪嗔痴等 刚才前面讲过的无度烦恼 贪嗔痴 傲慢和嫉妒 如果我们没有接受它 没有执着它 当你产生这样的烦恼的时候 把它当作智慧 把它真正的本性去认识的时候 那我们很容易寂静解脱的正道 所以当我们每一次在自相续当中 产生这些烦恼无度的时候 我们也会发现 你一旦在自己的身体里面染上毒药的时候 将来也会付出自己最宝贵的生命 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具有对治力 以空性的对治力也可以 用慈悲的对治力也可以 无上密法的对治力也可以 用各种各样的对治力来 把无名烦恼耕注 其实我们人表面上看都是一样的 但实际上有些人的修行很成功 因为他稍微短短的时间当中学的话 学的力度 效果非常好的 有些人好像学习 说不成功也学了很长时间 说成功的话最后也是好像越学越比较怠慢 或者说比较没有什么效果 最后自己也特别失望 很痛苦 也有这样 我学了那么多 好像越学越烦恼越严重 原来我还没有学佛的时候 我的贪嗔痴都是没有那么明显 现在本来学佛是一个最好的 对治烦恼的武器 可是我越学 我相续当中的贪嗔痴越粗大 那我就不如还是自杀好了 有些人可能会 修行人也是有时候考虑 东看西看 看看天空当中有没有什么 看看有没有什么 但这个是寿命自己没有很好地去学 如果真正通过一些窍诀来学的话 我们相续当中的烦恼不可能争夺 只不过是以前你没有重视 而现在一注意的时候才会发现 这个时候我们也不能失去心心 噢 我现在可能越来越完蛋了 我越来越修不成功了 那不如干脆我还是放弃吧 有些人可能也有这种 但这是极少数人 大多数的人通过认真学习之后 自己的行为各方面得到 跟以往完全不同的 所以说尤其是我们相续当中 如果真正生起了空性见解和利他心的时候 好像没有这些烦恼和痛苦的 因为有了利他心的时候你就觉得 噢 我原来没有学佛的时候 没有很好的修行成熟的时候 我好像自己非常烦恼 痛苦 后来我有了利他心之后 好像什么事情都是在我的利他心面前 它是非常微小的 因为大多数的苦恼全都是自私心安来的 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到 噢 原来我的痛苦来自于自私心 所以在这个时候还是会发现自己的成就 下面 精进力弱 手上是鸡皮铠甲当日吧 他这里我们的精进力如果特别弱 那么很快就会我们的成就 我们的修行会消失殆尽 但有些版本里面说是精进力弱不成佛 精进力弱的话不能成佛 也有这样的藏文 不管怎么样如果我们的精进力特别弱 那不能成就自己的所缘 所以不管是做什么事情 我们还是很快的时间当中 披上一个非常坚定的开架 精进有恒常精进和恭敬精进 这两者都很重要的 学佛的时候对三宝和对上师也好 对福报也好都有一种恭敬性也很重要 还有一种很长的 每个人刚开始的时候都会有一种三分钟的日 都有出家的人也是刚开始出家的时候特别注意 走路的时候不会东看西看 特别注意 然后学居士的这些人也是刚开始 啊 我今天已经变成了佛宝三宝的弟子了 我太荣幸了 啊 我要不要受八观采权 我要不要什么 然后慢慢慢慢时间长了之后 那好像原来的这种 所以我有时候觉得一些老的修行人非常伟大 他们在他的生命当中经过了很多的磨难 但是他们很坚持地 很坚强地下来了 这些人是很不错的 所以暂时我们非常幼稚的心态 华智仁波切在《念缘沟物》里面也讲 暂时产生的出离心是不可靠的 这个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因此我们还是有这种精进心 但精进心当中我是经常想恒常精进 跟暂时精进有很大的差别 不管是你做什么事情 其实有些人是很有思想的 包括我们这边发心人 有些人从他表面的一些行为 发心 各方面看 他不容易退 他一旦 比如说我要发愿三年 在整个三年当中 遇到了什么样的违缘和痛苦 他自己要坚持下来 一直这样 但有些人不需要什么外缘 只要有一点点风吹草动 一点点外缘的时候 所以从一次的 比如说两年 三年的发心 或者说做一件事情 也可以看出来这个人的坚强心 如果没有坚定心 时间和出时间都不能成就 所以说我是非常重视一个人 他的坚定心 他不管做什么事情 比如说一个人在某一个道场当中 他呆了十年 二十年 我觉得这个人至少也是 他有永恒的心 非常不错 一个人在一个部门当中 他呆了十年 有些人换无数的部门 这里过一会儿就像蜜蜂一样 蜜蜂一会儿在这个花里面站一个 然后到那个花里面 呜呜呜 以前我放牦牛的时候 专门调查蜜蜂的兴趣 我每次都看的时候 一会儿到这个花里 现在我们这里有些发心人员 部门也是这样的 基本上所有的部门都已经走了 都回来了 有些人所有的伴徒 他不是为了求五波大论 他就品尝法师们的口味 然后看看这个法师里面 听两两三天 不行 我这个烦恼还是断不了 我还是要换一个法师 现在我们以后通过网络 就像现在的学校一样 我们不能随便换 我那天跟他们讲 我们以后应该设一个软件 应该很好的 现在国家的 比如说在这里小学五年级的话 除非他不读书 没办法的 权贵都已经念完了 没办法了 所以我们以后学佛也是这样的 我们把他顶死了 顶死了不学就不学了 退了 如果要想学的话 你不可能今天在这个本里 明天在哪里办 你用智慧来观察 你就选择了 选择之后 你还有什么退路的 没有什么退路的 这叫做什么呢 披上开甲 当时当日瓦说的 我也是这样喜欢 常伴习气 皆创之 莫逊过去当日瓦 我们无始以来的 长期陪伴者的有些习气 比如说有些人以前爱打架的 以前爱欺骗别人的 说妄语的 或者说 比如说杀到阴亡等等 这些习气 到后来的时候也会接踵而止 也会很容易出现 所以很多人最好在自己修行的过程当中 不要去一直追顺 一直怀疑我 以前是什么 我年轻的时候 长得特别特别漂亮 那个时候我真的是跟天人和天女一样 就是如何如何 哇 这样的 我临近的时候 我大家可厉害的 我这个武术 我少林圈啊 哇 非常厉害 这样说着说着说着 最后的话 比如说有些出家人也是这样的 有些出家人现在听说 网上有些发布 比如说有些出家人 本来是去一些参观 后来他们旁边放一些音语 不小心马上跳起舞来了 最后别人把他拍下来了 拍下来过后 就往上到处都说 这样的话 这也是以前的习气 最后你自己就开始用上 最终可能也陷入了自己的一些修行 同样的道理 我们有些修行人 自己把好好地修行 一直谈一些往事的事情 我过去是什么什么 大多数都是讲自己的功德 讲过失的很少 我过去是如何成功 我如何长得好看 我那个时候没有减肥之前特别胖 等等等等 所以这些没有必要的 不要像很多的过去 过去都已经过去了 过去信不可得 是来很容易现象 下面讲 领悟心弱 祈祷尊 心声等持等耳 如果开悟的境界比较弱 一直学了很多年 好像一点开悟都没有 连不要说证悟 绝授都没有 连一个梦 三梦都是没有 好像每天都是做噩梦 那什么原因呢 其实一方面是业力深重 另一方面可能需要祈祷上师和本尊 这个非常重要的 如果自己一点修行进步都没有 就一定要很好地去祈祷本尊 祈祷本尊的时候 实际上是非常重要 我们祈祷 比如说莲花生大士 度母 现在我们弘扬度母法门之后 现在汉地人也是确实跟度母的信心缘 已经结上了 很多人本身都是有这种因缘 只不过没有很好的突破口而已 现在有了这样之后 很多人对度母 对莲花生大士 包括对自己的传承上师 虽然有一些这样的因缘 但是你没有祈祷的话 他相续当中的这些智悲力的功德 不可能融入到你的相续 因此我们经常祈祷非常重要 以前宗喀巴大士也说过 他说我们修行当中实在是一些学不动 修不动说明业力深重 需要磕头和需要祈祷 所以他的弟子对三宝的祈祷和磕头非常重视 所以我们这里也是讲了 如果自己的修行境界太差了 一直没有什么进步 那你好好地祈祷 好好的祈祷之后 在你的心当中一定会产生这些等持 不管是什么样的境界 比如说慈悲心 智慧 还有你想修到任何一个法的境界 通过祈祷而产生的 所以我们佛教现在世间的一些学术界的人 他没有这套 像祈祷 像一些祈求 仪式 这些都是没有 完全是依靠一种分别念来进行专注 但我们作为修行人是完全不相同的 所以我希望我们很多 包括《北五部大论》的很多 有些人说我现在背诵特别特别差 不知道是不是我现在越来越笨了还是什么 我背完了以后马上忘完了 我自己觉得有时候可能祈祷文殊菩萨 祈祷传承上师好像智慧 像我这样的有些老年人 有时候通过祈祷好像出乎意料的一些智慧 我算不上什么大的智慧 但是比如说我一个教证 实在记不住的时候我就祈祷一下 好像很快的时间当中 它的意义浮现在自己的心前 以前我讲比如说我自己翻译 讲 像《中观庄严论》 然后《英明的食量论》 这些讲的时候 实在自己没办法坑下去的时候 好好地心安住下来 祈祷一会儿 安住一会儿 然后再去看的时候 好像不像跟前面一样的 这个是原来通过一种很奇妙的元气来 马上通达其中的意义 所以我们很多人的修行 有些人说俱舍论学不懂 有些说英明学不懂 有些说现观转论坑不懂 有些说大黄黄王特别难懂等等 在这个时候祈祷也很重要 很重要 后面 于后安乐请乃苦 本具佛陀当日法 将来乃至生生世世当中 你想获得一种安乐的话 那即生当中一定要乃苦苦行 好好的 如果我们通过苦行的话 实际上如来藏本来都是具足佛果的 不需要在别的地方去寻找的 因此佛陀每一个众生都是自然具足的 只不过我们以前没有很好的去努力而已 只要努力他会有收获的 就像农民有了种子之后 他只要耕耘和努力的话 到了秋天的时候他会有一定很好的庄稼 那同样的道理我们现在在人间的时候通过一种苦行 通过长期这样的学修 到将来我们的佛果会现前的 下面说 有生即将离当日 尽端正义当日 有生指的是帕丹巴他自己 他当时因为前面刚开始的时候也讲过 其实这个当日的教言 他当日他自己要接近离开的时候的一种遗嘱 就像我们上师如意宝的 莫舍之道 污绕他行事 这个都忘了 你看现在我没有祈祷 我有点笨了 所以法王如意宝要接近离开的时候 他给我们弟子们留下了这么样的遗嘱和教言 那么帕丹巴尊者也是从印度来到藏地 我们藏地经常有一些包括祈祷文 包括和查的前面 日迦克拉万劫 吾拉果真劫 巴美丁重 格拉安丁重 等等有一些印度的这些班智党 对藏地是非常有恩德的 因此经常祈祷 比如说查公或者经常这个时候 对印度的这些班智大们要供养 要对他们执恩 报恩 有这样的 因为他们从印度那么殊胜的佛法 像阿底峡尊子 还有很多的班智大 他们把藏地的气候都那么不好 但是他们从印度把佛法传递到藏地 所以他们的恩德和贡献是非常大的 因此他当时对藏地的当日帕丹巴 他说我将来时间不长了会离开当日的地方 他原来一直住在那里 他说我将来会离开在这里 现在你们有什么争议 有什么怀疑 对佛教方面有什么疑问有这些的话 你们尽快在我面前请教要断除这些正义 就麦彭仁波切接近圆寂的时候 他说我是一个大菩萨 以前没有给你们说 现在要接近临时的时候我不可能说一个大妄语 因此我本来是一个大菩萨来到这个人间 但是因为众生的福报比较浅 我没有肉眼地能利益到众生 那现在你们有什么疑问有什么修行上的问题 尽快来给我请教 麦彭仁波切接近圆寂的时候也会这样说过 所以当时丹巴三戒他也说过 你们有什么问题和有什么争议 对佛教方面不懂的一些修行上面的问题 你们赶快断除这种怀疑和争议 当时肯定当日瓦也在丹巴三戒面前 可能请求过吧 具体怎么样不是很清楚 因为没有具体确切的一些历史 最后一句他这里 我无散乱 请修行 如也随行当日瓦 最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作为一个上师表面上看来跟我们可能人一样 但是他最后是怎么讲的呢 他说我设在人身当中应该是非常重视的修行 他没有散乱的 其实很多上师真的他在活着的时候 他为众生也好 他为修行也好 他不会散乱的 他即使别人面前有一些散乱 也是有密意 有利益众生的 真正的一些善知识 他的一生都是奉献给所有的有缘众生的 因此他丹巴三戒最后的教言当中 也是这句话非常重要的 我们应该很多人以后也要值得思考 他说我一辈子当中也没有像你们一样 天天都是贪嗔痴或者一些琐事而散乱 我是非常敬请的 我的一辈子一生都是非常敬请的修行 所以我们在座的聚在一起 时间是不会很长的 但是这也是依靠一种殊胜的因缘集聚在一起的 因此希望你们像我一样一定要努力 在我相续当中的菩提心也好 相续当中的出力心也好 相续当中的无耳慧也好 你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应该要得到 如果你没有得到像佛陀般的上师面前 没有得到真实的智慧这也是非常可惜 就像世间当中比如说一个人到美国去留学 结果教授非常有德行的 可是我们学生在那里一直散乱 没有求到真正的真理那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别人也会觉得特别可笑的事情 同样的我们在人生的旅途当中 遇到像丹巴桑戒那样的上师也非常难得 因此他丹巴桑戒当时说 我是非常清醒修行的 你们应该也随我而修行要获得解脱 否则人生难得 佛法难允等等 就讲了这样最后的教言 所以我们有时候听教言 实际上是一句两句 能自己的一生祈祷作用的话 这叫做教言 这叫做是窍诀 因此我们这次没有出现任何违缘 按照预期的计划 今天把淡巴桑戒的这种旅行 印度把淡巴桑戒叫淡巴加格尔 淡巴加格尔就是印度淡巴的意思 还有它的真正名字叫做淡巴桑戒 专注圆满山寨 这是我2012年的时候 3月12日在北京三宁寺医院 我在那里住院大概有多长时间啊 然后当时是比较保密的方式来住院 其他的当时病得比较严重 我当时看到淡巴桑戒的教言 在电脑上慢慢慢慢翻译 翻译之后后来在藏地做了一个交对 当时我自己病得比较严重 我想这个本来一百个颂词能不能翻译得完啊 但是也没有特别的伤心和痛苦 我想翻译不完也没事 死就是吧 今天我们已经两年前翻译的 当日教言已经圆满讲述完了 然后明天还有信心修习的课 今天来点了没有 来了是吧 可以 来点了也可以 今天淡巴桑戒的教言已经讲圆满了 ujuk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